我們一開始綁的時候 縫的那一面 朝貼了自己的皮膚 然後往外側丟 一開始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繞指縫的過程 我們的手綁帶的旋轉 出發點都會從大拇指根部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出來 一開始先大拇指從下往上 繞一圈之後 回手腕 那我們在繞的時候 不要 不要是這樣子拉 這個手綁帶很長 拉不完 拳頭轉一下就過去了 手綁一開始先兩圈 然後 再上來手掌 手掌兩圈 從戶口這邊進來 然後綁的時候 手綁帶的時候 拉到百分之七十八十的 緊繃度就好 手掌兩圈之後 再下來這個出發點 第一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先從獅子 從獅子中間進去 然後從戶口出來 從戶口出來 從戶口出來之後往外丟 然後再往外丟 往外丟之後下來 從手綁下面進來之後 從手綁下面進來之後 上去從中指 扶名子 進去 補口出來 趕快丟 第三個 第三個是從 出發點上 到 銅子跟小銅子中間 進去 補口出來 然後 往外丟 那我們在繞子縫過程 也是一樣 差不多七十八十 的那個拉力 下去之後 從出發點上 從出發點上 把剛剛繞子縫那幾條 那幾條 手綁帶子走向 把它包起來 整個手掌 補口包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往上繞 再下來一點點 就是 涵蓋到 我們打擊點的第一個指節 回到個三圈到四圈之後 回手碗 回手碗 手碗它還夠長 像這條是4.5公尺 它就可以往 手碗的方向走多一點點 然後再上來 回手碗 開始 先往手肘的方向走一點 差不多走到 手臂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再上來 最後黏扣的地方 我們開始要把手碗拉緊 拉緊一點 拉到百分之九十一百 然後最後 黏起來的那個點 我們放在 手碗 轉動的 這個關節 這個地方 最後黏的時候 把它拉緊一點點 扣起來 然後完成之後 抓一抓 不要讓手 呃 齊一群很不好 然後可是同時 提供給 拳頭 還有手碗 足夠的支撐性 跟保護性 然後 可以看到 繞完之後 我們手碗這個 不會讓打直的時候 手腕的運行跑掉 然後 指縫 要指縫 這幾條袋子 那你拳頭抓起來之後 會提供給你 一點點 鼻炭的那個力量 你抓的力量 會從你 進來 抓到手腕上 大概就這樣 有一點點 就可以 抓到手腕 到手腕 採動 轉動 轉動